欢迎来到异形系列专题第五期 今天我们开始深入异形契约 来揭开影片背后更多的细节和谜团 如果大家是我的老伙伴 是否还记得异形契约海外刚上映不久 我就发表过一篇三万多字的图文影片 那时影片离中国上映还有一个多月 那篇文章我不敢说最早 但应该是比较早全面研究异形契约的 所以我之后切入的一些角度内容 大家可能会在网上看别人有探讨过 但其实我在2017年5月12号就已经聊过了 我说这些是想让大家知道 我的内容是百分之百原创的 或许这里有人会疑问 我是不是要把当年的文字 直接转成视频内容 当然不是 如今异形契约蓝光内容 草稿剧本 翻外 纪录片 采访 还有小说等等 都在补充这部作品 我肯定会比此前更为清晰准确 更细思极恐去分析异形契约 不过有一点不便 我当时那篇文章题目叫 做正确的事 远比把事情做正确要深远 我觉得这也是异形契约的主题 影片女主角虽然是戴妮斯 但核心驱动角色是大卫 从一开始伪伦研发的大卫 从人类的角度来看 就没有再做正确的事 而人类在没有做正确的事之后 大卫只是把之后的事情 一件件做正确而已 这种在最初原动力就错误的情况下 越把事情做正确 就越后患无虫 甚至这个主题 同时也能解释到工程师和人类之间 工程师是否最初是在做正确的事 还是只是把事情做正确而已 那么我们就这上述的主题 来开启一行契约的解析环节 我们知道影片的副标题契约 是这部影片契约号的由来 就如前作《普罗米修斯号》一样 但普罗米修斯号和他本身影片的剧情 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那么今天这一部 《异形契约》中的契约 又代表着什么呢 契约的英文单词 也可以翻译为圣约 最早出现在西伯来的圣经中 主要指的是上帝和人之间建立的约定 即上帝造福人类 而人类的行为 道德和宗教上要负有一定的义务 这个理解范围就更为复杂和广泛了 同时也有非常多的宗教含义和故事 结合影片来解释的话 这里更多可以解释为《诺亚之圣约》 上一期我就聊到 契约号其实就像太空版的诺亚方舟 在创世纪中 诺亚一家人和动物东上了诺亚方舟 所以之后的人类都属于诺亚的后裔 此后诺亚给人类颁布了诺亚契约 七大法律 来约束人类的一些行为 所以契约在影片中的意义 或者说这艘船之所以取名为契约号 就是希望这些殖民新世界的人类 不要忘了人类之契约 殖民者在新世界同样要约束人类的不好行为 好好做人 当然如果抛开宗教解读 更现实的含义是 在契约号上 载着众多殖民者和船员 他们离开地球拿的是单程票 从这层意义上来看 船上的人和伟轮工业达成了一种契约合同 他们用自己不能反悔的决定 来换取伟轮工业 给他们一个全新的世界和未来 在影片中 契约模式其实无处不在 比喻马上就会聊到的 大卫在白房间里演奏的 众神进入圣灵殿的故事 还有丹尼斯答应雅克布在河边建小木屋 沃特对丹尼斯的责任等等 都有一种契约默契 影片开头的白房间闪回片段 我们没有具体时间 白色房间简约富有现代感 外面是绝美的大自然山川风景 这里老雷玩了一个小彩蛋 白色房间这场戏 是室内搭棚拍摄的 这窗外的风景 其实在普罗米修斯的开场有出现过 这也算是来了一次和前作的呼应吧 从伟轮的发色来看 不像是2023年TED演出时那么神采奕奕奕 而根据伟轮工业的时间年表 大卫一代是在2025年诞生 也就是在TED演讲的两年后 两年时间应该不会让伟轮看起来年纪变化这么大 但也不应该是大卫八 大卫八在2078年演制出来 1990年出生的90后伟轮 那时已经88岁了 白房间的伟轮看上去也没有那么老 综上所述 这一段回忆应该是期间伟轮比较满意的一代大卫 之后按照这个机型继续升级 那么普罗米修斯中的大卫 是不是白房间这一代大卫呢 在契约纪录片中我们找到了答案 法莎的访谈中 直接称呼他饰演的大卫的角色叫做大卫八 所以普罗米修斯和契约中的大卫 是大卫第八代 只是说跟随伟轮的这位大卫八 一定是伟轮量身定制的 有更高的权限 也有更隐藏的核心驱动力 要么回到白房间开头 以大卫的眼睛做开场 我们都知道老雷自我之间的 银翼杀手的开头 用复制人罗伊的眼睛做了开场 我们之前有聊过伟轮的人设灵感 来源于罗伊 伟轮和罗伊不满造物主设计的寿命 从而去寻找生命的答案 而如今同样以人类创造出来的 大卫眼睛开场 大卫是永生的生化人 相较于罗伊甚至是伟轮 大卫有更多的时间 去探索宇宙和生命的答案 白房间内的几件艺术品 也让我们疑惑 伟轮对大卫到底做了什么 让我们先来读读这些艺术品 大家自然会有答案 首先是卡洛布加迪设计的王座椅 没错就是大家理解的 顶级跑车的布加迪 布加迪跑车的创始人 埃托雷布加迪的父亲 就是卡洛布加迪 卡洛布加迪是著名的 意大利家居设计师 建筑师 雕塑家 他的家居设计 并不能简单归纳于 任何一个设计流派 有着强烈的个人风格 之后人们认为 布加迪的家居 在当时并不现代 于是尝试着 给布加迪的设计 创了一个流派 叫新艺术未来 但遭到了布加迪的反对 他认为自己的设计 就是属于自己的 布加迪的奢侈家居 会选择一些 极为稀有的昂贵材料 比如象牙 珍珠木 骆驼皮 动物骨头 等等作为原材料 当然这些放在今天 是不环保的 但更应该值得注意的是 布加迪是尝试 把人类各层不同的文明 和大自然 科学 动物 等各种元素 加以叠加重组 从而得到一件 独一无二 看起来反常规 类似于外星文明的作品 这种设计的梦幻感 同样在HR及格的设计上 能找到 布加迪的家居给人的感觉 都充斥着神秘感 能量感 还有权力的象征 尤其是影片中的王座椅 于1905年在米兰设计制造 布加迪当时 受到日本 摩尔和伊斯兰 北非艺术等设计的灵感 这让王座椅的交融设计 其实也是大卫之后 对有机生命体 杂交实验的暗示 充满着无限的可能和想象力 大卫一开始 就坐在这个王座椅中醒来 意味着一个新生的物种 人工智能的诞生 韦伦给予大卫足够的重视和厚望 但之后韦伦让大卫起身 经过两人一番交流之后 韦伦被大卫的生命灵魂拷问难倒 生化人永生 人类终究已死 这种生命尽头的无力感 让韦伦做回王座椅 让其大卫给他倒茶 用这种方式来证明着人类的权力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 其实在不远处靠墙的地方 还有一张王座椅 注意这两张王座椅 并不是自称一对左右对称 而是一模一样 这也意味着王座椅 可以不仅视为权力的象征 也可视为生命的创造者的王座 白房间中央的王座椅 大卫和韦伦都有做过 韦伦创造大卫 大卫之后也创造了别的生命 而靠墙的那张王座椅 韦伦和大卫都没有做 而是放在他们的后面 这也代表着这张王座椅的归属者 是韦伦要寻找的人类生命答案的创造者 在中央王座椅旁边 有一个极简现代主义风格的茶几 这个茶几是由法国建筑师 艾林格雷设计 这个茶几的名字叫11027 11027其实是格雷和他长期合作搭档和恋人 Jim Bedewich设计的一座别墅 11027也富含了破解的趣味 1代表着艾林 10代表着第十个字母J 也就是格雷的恋人Jim 2代表着Bedewich 7代表着Green 在影片中 王座椅更多代表着神秘复杂和权力的象征 茶几则代表着设计的极简和突破 两者组合在一起意味着伪伦创造着深化人大卫的内在和外在 大卫身穿简洁的白色连体衣 不管妆容发型还是举手投足 都给人一种文质彬彬的气质 但大卫的内心却充斥着猜不透的思想 我们再来看大卫身后的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大卫 这也是大卫看了雕塑之后给自己取名为大卫 雕塑大卫是文艺复兴时期 米开朗基罗的杰作 文艺复兴的思想基础是人文浪漫主义 但文艺复兴整个浪潮扩展的范围 影响到了中古时代教育的变革 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人体结构 化学 天文技术和科学知识 艺术的追求等等 而文艺复兴发源于意大利 文艺复兴就是用异域 重新和出生组合而成的 大卫雕塑是文艺复兴的代表作 这里也暗示了生化人大卫的诞生 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有着变革的意义 此外雕塑大卫本身 也和生化人大卫的使命息息相关 雕塑中的大卫是圣经中的犹太英雄大卫王 耶稀最小的儿子 有被爱的蒙爱者之一 生化人大卫苏醒时 韦伦深情充满爱意对大卫说 你是我的儿子 而且在普罗米修斯中 韦伦对大卫的重视 一再强调大卫是他的儿子 这些都说明了大卫被父亲韦伦恩宠和赞赏着 雕塑中的大卫面色坚硬 米开朗基罗描绘的是出征战斗前的大卫 也预示了生化人大卫之后会随着韦伦 去出征探索人类生命的奥秘 同样来自文艺复兴时期 墙上那幅耶稣降生 出自于皮耶鲁德拉弗朗切斯卡 关于耶稣降生的大师画作非常多 这宗教的含义很明显了 其寓意就在于耶稣降生给人类希望 带给罪恶的世界救赎 耶稣的环节在前面 普罗米修斯已经聊得比较透彻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相关的油画也不意外 不过值得聊的是 是为何选皮耶鲁德拉弗朗切斯卡的这位画家 那是因为弗朗切斯卡除了画作 还撰写了大量数学和透视法的文章 精准的线性透视法是他作品的特点 而且他的作品背景刻画十分细致 光线清晰 空间距离感适当 这些都无形中暗示了大卫影片后面首辉的功底 同样的大卫用斯坦威钢琴 也代表着音乐方面的才能 综合上面来看这些艺术品和背后的故事含义 绘画音乐设计等 都代表着人类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造诣巅峰 而生化人大卫 则代表着人类科技和生命的变革 伟伦把大卫这些艺术品摆在一起 也象征了伟伦觉得大卫能和这些瑰宝艺术品的大师比肩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伟伦和大卫的对话内容 伟伦让大卫去谈首曲子 伟伦选了理查德·瓦格纳 但曲目由大卫自己选 之后大卫选择了演奏瓦格纳的众神进入英灵殿 注意这里是大卫自己选的曲目 不是伟伦 众神进入英灵殿出自瓦格纳的名作歌剧 《尼伯龙跟指环》中的第一张 《莱茵的黄金》中的段落 该歌剧一共分为四大章节 第一张是莱茵的黄金 第二张是女武神 第三张是齐格佛里德 第四张是诸神的黄昏 这整套歌剧对后世影响深远 一些经典曲目也不少出现在影视作品中 老雷选用的众神进入英灵殿 出现在了开头和结尾 肯定有其深意 莱茵的黄金全章节的故事 非常简单概述 就是虚荣的众神之王沃坦和妻子弗里卡 为了尽快完成瓦尔哈拉宫殿 于是和巨人有了契约 答应建好宫殿 会把女神弗瑞亚送给巨人 等到巨人很快建好宫殿后 巨人带走了弗瑞亚 沃坦他们就有些后悔了 因为弗瑞亚代表着青春很美 没有弗瑞亚在身边 众神们开始迅速老去 最后众神不得不送出巨人更为心动的戒指 换回能永保青春的弗瑞亚 然后通过彩虹之桥 众神走向圣灵殿 契约永保青春 反悔 虚荣等字眼 都和影片中的人类和工程师 有着密切的联系 伟伦期间还提到 钢琴演奏版还是太担保 达不到辉煌气势 其暗示了新纪元还没达成 契约才刚开始 等到结尾后 大卫播放了交响乐版的众神进入英明殿 搭配着大卫吐出爆脸虫 和他大步巡视休眠的人类 大卫就像自封的新神明 大步走入英明殿 其实大卫这些潜藏令人不安的危机意识 伟伦在白王间时早已意识到了 大卫在弹奏一段之后 直接和伟伦说出 你会死而我会永生这种话 就已经能让人感觉到 大卫对生命 对于人类这个物种的傲慢和轻视 之后伟伦命令大卫倒查 值得注意的是 伟伦居然喊了两次 第一次大卫并没有任何反应 第二次才执行了命令 这对于人工智能 大卫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这也测明说明 伟伦当时 已经给了足够强的自我意识 给到大卫 这一细微的违抗指令 就已经表明了大卫对人类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其实伟伦在当时也肯定看出来了 但出于伟伦需要自由度够高的大卫 才能协助和伟伦一起 去寻找解锁人类生命起源的密码 这样我想到了在普罗密休斯中 大卫最后跟随伟伦出征时 小温有对大卫说道 如果伟伦死了 没有人帮你变成 你会变得如何 大卫说 我想我就自由了 之后大卫还说道 谁不是盼望自己的父母死去呢 这段对话内容 如果没有白坊间开场这段结合理解 无论怎么解读都是不太全面的 所以现在结合起来 就是伟伦当初给予大卫高度的自由意识 因此大卫从一开始 就没有所谓的机器人三定律 总是能说出一些 让人起背发凉不安的话语 但或许出于伟伦后台程序的控制 让大卫还是必须听命于伟伦的指令 所以伟伦死掉后 大卫真的自由了 综合以上全部的解析 让我们回到关于白坊间最初提到的问题 伟伦对大卫做了什么 结合白坊间这些艺术品 从文艺复兴到20世纪设计新浪潮 从绘画到雕塑再到音乐 这些都围绕着一个核心 就是创造和变革 所以伟伦也同样创造了一个 足以改变世界的作品 那就是创造了自我思想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白坊间这一代的大卫 是终于可以自主思考 并有独立自由意识的大卫 同时白坊间这场戏 也很好地衔接了普罗米修斯和契约 让我们更深入洞察了大卫的人格 大卫就是那种带有浪漫人文主义 多愁善感略带英语 孤独又缺乏认同感 并暗藏着自恋自负的创造型艺术家 尤其是在疫情契约中 大卫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的人设 如果把这些性格特征变成核心程序 那么伟伦应该就是用这样的编程 来作为大卫的思想基石 有别于西部世界的接待员 接待员是每个人都有一段背景故事 这样可以让人工智能更像人 而大卫则更为直接 用人类能思考创造的原始动力 作为人工智能的驱动力 所以从创造的角度来看 伟伦自认为把不同时期人类的创造力 综合叠加形成了如今大卫的思想 大卫或许能在人类永生问题上 破解出答案 就像白房间的这几件艺术品 都是突破当时创造思想的界线 创造出来的新兴作品 在普罗米修斯和契约两部作品中 韦伦工业的logo又发生了变化 这是因为在普罗米修斯项目失败后 韦伦工业遭到重创 股市大跌 而且真正意义失去了领导人物韦伦 还有韦克斯 这样韦伦工业更是一蹶不振 这时候最常见的商业模式 就是被竞争对手合并 韦伦工业也不例外 不久后 日本尤坦尼公司和韦伦工业合并成为了 韦伦尤坦尼公司 这也就是契约中传业们身上的logo 这个logo也衔接上了异形正传的故事 韦伦尤坦尼公司之后扩展了星际任务 除了殖民还有挖矿 不管是韦伦工业原先的logo 还有韦伦尤坦尼logo 其实logo的设计的灵感 都源自于埃及众神之首创造者拉 他给大地盖布和天空纳特 让植物在大地生长 动物在地上爬行 最后他创造了人 拉是一个看不见的天上的神 只会周期性的出现 它的象征物就是太阳长着翅膀 韦伦工业尤其是韦伦尤坦尼的logo 和拉的象征物非常相似了 在这一段番外中 舰长雅各布开始有感叹外太空的震撼 副舰长奥拉在旁边马上复合同感 而且看奥拉拿着纸笔 一直站在舰长旁边毕恭毕敬 而当雅各布要去休眠时 被问及谁说住酒瓷 奥拉也极力想自我推荐 甚至他好像还提前写好了内容 结果还没等开口就被拒绝了 包括之后奥拉还是没有放弃 依然想在丹尼斯发言前发表两句 这些除了展示奥拉对职权的野心外 我看到更多的是奥拉希望得到认可和尊重 但奥拉越想达成这个目的就越心急 这也导致了当他真的成为舰长后 他极力想要证明自己 从而在当发现工程师母星时 他潜意识有一种对赌心态 想证明给大家看 他绝对有资格做正确的决定 做正确的事情 而不仅仅是把事情做正确 这个番外篇的名字叫最后的晚餐 用词当然非常明显了 就是影射了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 其实在影视作品中 不管至今也好隐喻也罢 玩最后的晚餐这种梗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近几年影视作品中 新版的东方快车谋杀案 还有西部世界第二季都有玩过 所以在老雷的作品搞这么一出 一点也不觉得惊讶 达芬奇最后的晚餐 讲述的是耶稣和十二门徒 共进晚餐的场景 画中展示的是耶稣说出 门徒中藏有叛徒时的那一刻 如果这番外短片 要和画作关联解读的话 那确实这是他们大部分人 最后的晚餐了 而且他们之中 在后面确实多了一位叛徒 就是伪装成沃特的大卫 但网上还有一个 更黑暗更细思极恐的推论 这是因为专门撰写 异形小说的艾伦迪恩·弗斯特 在异形上映后 写了一部异形起源 这本小说等于是契约的前传 主要写的是在契约号出发前 地球其实并不是所有人 都支持这个首次的人类远航殖民计划 甚至有些组织计划阻止契约号出发 小说主要写了一些伪伦公司的黑历史 同时也描写了契约号出发前藏有叛徒 并从中一直试图搞破坏 比如小说有写到契约号的空气环境 让人很不舒服 特别干燥 这是不应该发生的 丹利斯也向系统反映过很多次 甚至还描写了舰长雅各布的发烧 是有人蓄意造成的 小说发布后 就有网友猜测影片中飞船有叛徒 这也是为何舰长的休眠舱 一直打不开还着火 这一切都太蹊跷了 再结合最后的晚餐这只饭外 更让大家纷纷展开脑洞 人类中真正的犹大是谁 当然异形小说还是和电影 不能完全同意时空 就像超级英雄电影和漫画一样 有联系 但不完全编入一个故事宇宙 但异形主创这样的骚操作 确实让影片有了不少的有趣解读空间 那问题来了 你们觉得如果人类中有叛徒 那个人会是谁呢 给大家三秒钟时间 三 二 一 好 咱们就来玩一下过渡解读呗 我猜如果真的有叛徒 我觉得是田纳西 最直接的就是田纳西活到了最后 而且收到了萧恩信号的也是他 能听出乡村路带我回家的也是他 而且期间还冒险下降了非常的高度 那么田纳西这条萧恩信号哪来的呢 在国外Red论坛上 就有网友指出大卫其实早就和伟伦公司联系上了 并持续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上传给伟伦公司 这就是大卫的实验室为何分为那么多小片段的原因 因为并不是大卫登上契约号才一起上传的 然后大卫传给伟伦公司其中就有萧恩的唱歌信号 之后伟伦公司做了个局 也就是契约号要经过那条航线 目的是想要大卫把他研究的成果拿回总部继续研究 甚至还有一船的殖民者供大卫享用 至于为何中子脉冲正好爆炸 在原始剧本中有解释 天堂母星中子脉冲是有规律性的 也就是伟伦公司有算好时间 七月号正好在那附近时中子脉冲爆炸 好 过度解读完毕 我知道这些推理都存在着各种漏洞 所以大家且一看 我且这么一聊 那我们接着看影片其他的细节 有人会疑问为何他们不直接降落在信号源更近的地方 而是停在一个湖面上 在当时快要降落时 驾驶员小法有说到 他不喜欢这地形 因为山形环耀 南宇和七月号通讯 所以最后他选了一个相对较为空旷的地方 工程师母星探险这些细分 是在新西兰的米尔福地带拍摄的 之后有国外网友绘制了 当时登陆飞船降落的地方 以及萧恩驾驶工程师飞船坠落的地点 还有工程师的城邦 虽然这些并不能真正代表影片中母星的地形 但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们降落的地方是最安全的 萧恩坠毁的工程师母星当时在山上 不可能降落在那 而城邦的全职非常隐蔽 因为没有生命 系统也无法检测到 其实在异形契约当年供应前 有内部适应一个版本 那个版本的一些片段和画面 也没有收入进蓝光版的删减片段中 据说那个内部适应版本有三小时 但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 其中就有一段 是船员登陆工程师母星后 沃特其实有率先出舱 去检测星球空气中的含氧量 有没有有害物质 等沃特确认安全后 船员们才出舱 这也解释了正片中为何船员没戴头盔就作死出来 个人认为这一段是严谨的 但从影片的节奏来看 这一段其实可以用一两句台词就能带过 事实也是如此 在正片中 系统就直接用台词表现外面搭气结构安全 适合人类呼吸 根据异形宇宙里的人类科技 不是第一次踏入陌生星球了 所以船员也不会太小心翼翼 此外我也知道船员在契约中有很多作死的表现 但用一记千年老化就是剧情需要 不过往系里分析 这些船员都是科学家出身 好奇和探险精神是他们的原动力 而安全小队则听命于科学家 没有太多的话语权 所以综合来看 这些船员的作死冒险 是符合角色驱动力的 在船员们出舱探险过程中 发现整颗星球都没有生命迹象 其实在主创意开始制作的计划中 是让星球保留一些生物在的 其中就有一种猎狗和猫幼的合体的怪异生物 卡琳还抓了一些昆虫放进罐子里 就像普勒米修斯删解片段中 生物学家当时的做法一样 但后来为了更凸显星球的死寂 这些设定都被去除掉了 而且最初设定 船员是通过变异的蚊虫叮咬 从而发生感染变异 在后面大卫实验室中 我们就有看到变异蚊虫的标本 但之后老雷用了更直接的孢子 对船员进行感染 这个设定其实早在疫情三就想实现了 到了7月终于实现了这个操作 孢子在地球上也有 属于地球最古老的生命类群 大多生长在潮湿阴暗的地方 属于真核生物 我们熟悉的蘑菇也是真核生物的一种 综合大卫实验室陈列的标本 基本也展示了10年间 这颗星球经历黑水空投后的演变 除了一开始马上暴毙的白巨人 动物界遇到黑水 开始发生各种变异 之后或许经过了几次迭代 直到最后整颗星球毫无生命迹象 但空气中残留的黑水粒子 进入到了真核生物内 潜伏而休眠着等待宿主 在影片的设计概念图中 其实除了包子植物 还有其他长得很诡异的植物 这些植物也蕴含了黑水基因 具有传染变异性 在普罗米修斯中 我们知道大卫的偶像是劳伦斯 大卫也不止一次 引用阿拉伯的劳伦斯中的台词 在异形契约里 大卫依然有和阿拉伯的劳伦斯有互动 只是这次隐藏得很深 在大卫接待船员到大堂后 大卫自己在房间里哼着小曲 剪着头发 大卫哼的那首歌 叫《蒙德卡洛银行破产人》 这首歌流行于19世纪的英国 也曾被很多影视作品引用过 在阿拉伯的劳伦斯中 当劳伦斯穿越沙漠 就唱了这首歌 《蒙德卡洛银行破产人》 《蒙德卡洛银行破产人》这首歌 讲述的就是骗子维尔斯 在蒙德卡洛赌场 使用欺诈的方式 赢得了赌徒吉尔伯特的 一笔巨额款项 从而造成吉尔伯特破产 大卫在影片中演唱了三句 翻译过来是 你可以听到他们的叹息 并期待死亡 你可以看到他们眨眼睛 那个在蒙德卡洛破产的人 在影片中 那位骗子就是大卫 而即将要破产被骗的 则是船员们 在普罗米秀斯中 我们就看到工程师 通过吹销来启动飞船 从某种程度来说 也进一步说明工程师的科技文明 有着古典浪漫主义的色彩 在七月中 沃特和大卫第一次交流中 我们看到大卫通过教导沃特 学会使用这种乐器 来试着开发沃特的音乐才能 进而想让沃特发掘更多的创造意识能力 那么为何影片如此多提到 萧这个乐器呢 在老雷的访谈中 我们得到了答案 老雷指出 音乐属于宇宙之音 可以打破语言的界限 而萧是老雷认为 最古老也最简单的乐器 只需打几个孔 就能诠释音乐里最完整的音符 在英文中老雷用了flu 翻译过来是敌 或许在西方世界里 萧和敌没有太讲究吧 我这里用萧做翻译 是因为萧是树吹 而敌是横吹 在影片中都是树吹 所以用萧比较严谨一些 在影片里 大卫叫沃特吹的曲子 翻译过来叫古远之敌 如果大家仔细听 其实前面的音节 就是当时大卫在普罗米修斯时 吹响的音节 从而启动工程师飞船 之后在契约里 我们从沃特的口中 听到了完整版 之后大卫为萧恩吹的 那首动人的晚歌叫Life 这首曲子也是普罗米修斯的 电影原生主题曲 用交响乐的方式 在普罗米修斯里演奏过很多遍 奥拉去找辫子女时 发现大卫的不简单 奥拉指出自己小时候见过魔鬼 在访谈中 奥拉的饰演者 比利·特鲁德普 有解释过这一段 指出和主创一起研究 给了奥拉这个角色 一个背景故事 奥拉在孩童时期 全家都是虔诚的教徒 并在五旬节 不少被家人严格的教育方式惩罚 其中对奥拉最严厉的就是他外公 以及当时毒打他的施虐者 他的外公就是在删减片段中 他拿的照片中站在教堂前面的那位 所以奥拉口中说的恶魔 就是小时候殴打他的那些人 在前面我们也简单聊了大卫的实验室 已经能比较清晰地知道 大卫向母星投掷黑水的动机之一 是进行创造性的实验 在这十年里 大卫有继续研究着黑水的迭代进化 以及对有机生命体的影响 直至整颗星球完全没有了生命 在影片中 如果我们数错的话 一共展示了大卫的五个房间 第一个是大卫的洗漱房 也就是大卫剪头发的那段 第二个是大卫的写作房 也就是大卫叫沃特吹销的那个房间 在那我们可以看到有个台面 台面上有很多笔和纸张 第三个是大卫带奥拉去的实验室 里面放了很多动物杂交变异出来的物种 当然还有我们熟悉各个时期演化的爆脸虫的卵 在角落 还有萧恩被解剖的躯体 第四个是大卫的孵化史 也就是大卫骗奥拉去爆脸虫卵的洞穴 第五个则是大卫的档案史 就在大唐上楼就到 但尼斯有走进去 并看到了萧恩解剖的手绘图才明白了一切 这里我们重点聊一聊大卫的实验室 结合官方出的一本大卫手稿集 以及大卫实验室的翻外篇 有几个点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从大卫手稿集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些年 大卫对白巨人、动物、植物 然后结合黑水 进行了相当多的研究 其中还有爆脸虫的透视图 我们可以看到爆脸虫体内有一个卵 在爆脸虫吸住人脸之后 然后爆脸虫把卵放进人的体内 接着解释了为何胡子男被爆脸虫缠要后 即使很快把爆脸虫拔掉 胡子男最后依然在7月号破出异形 因为当时爆脸虫已经把卵吐进胡子男体内 而吐出卵的爆脸虫等于完成了使命 也就随之死亡 在影片中也是这么呈现的 再来我们在实验室有看到类似雪豹者的标本 应该就是雪豹者的前身 只是体积再小一些 还有其他类似于异形小体积的畸形物种 在实验室的门边 有一位白巨人的解剖标本 这些都说明 在大卫投掷黑水后 一定还会有活着的白巨人 或许他们藏在家中 但随着黑水不断蔓延整颗星球 没有人能幸免 只不过说黑水的毒性经过了迭代 白巨人不会像一开始直接暴尸成黑炭 于是大卫有从中拿到一些白巨人的躯体进行解剖 甚至可能有抓到活体进行实验杂交 所以我认为白色的雪豹者 已经不是第一次大卫见到了 或许在7月号没台之前 大卫已经利用白巨人破出了雪豹者 但白巨人破出的和人类破出的肯定是不一样的 这也是大卫在影片中看到雪豹者长大后的新形态 能和他交流感到非常兴奋 因为对于他来说 这是一次雪豹者的进化 关于暴脸虫 书中有阐述到 大卫最先从蚊虫的卵中 获得了类似暴脸虫的寄生生物 之后大卫继续不断实验 把这些卵越变越大 最终变成了标准的暴脸虫卵 大卫在影片中也说到 从寄生虫的卵开始 基因不断突变 等待宿主就位 接着大卫让奥拉跟他去暴脸虫卵的洞穴 并说道 让你看看我的成就 所以是的 我们终于知道暴脸虫卵的由来 正是大卫的成就 不过契约这样编写剧情 会和此前正传剧情的一些时间点接不上 但毕竟契约是最新的作品 应该也等于关心了 此前暴脸虫卵的模糊设定 以此来告诉大家 我们熟知的异形 是大卫推波助澜诞生的 当然其实异形品种本身就很多样 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为 在其他的剧情线中 有野生成功演化的暴脸虫卵 或者其他新系的暴脸虫卵和异形 是伟伦工业自己催生的 在普罗米修斯中 大卫其实已经有秘密上传黑水相关数据 给伟伦总部备份 在普罗米修斯的一个生化部门介绍就是证明 到了契约后 大卫登上契约号后 用了自己的口令 让系统听从他的指挥 再加上大卫实验室翻外的视频 证明了大卫有继续为伟伦工业提供黑水的相关资料 在伟伦工业的网站上 也公布了一张黑水的详尽分析图 黑水有了自己的化学名称 还有对黑水相关的测试的报告 伟伦生化部门用黑水秘密做了人体实验 用黑水通过呼吸和注射两种方式 然后去测试两者的区别和症状表现 之后伟伦公司还把黑水放到两颗星球去做测试 不过呢 这条黑水线由于太超出电影剧情的提纲 似乎主创也没有非常严谨认真编写下去 所以大家也就看看就好 毕竟疫情前传系列还没拍完啊 不过这里大家会有疑问 伟伦不是死了吗 那大卫已经自由了 但大卫为何还一直上传黑水资料给伟伦工业 我认为大卫虽然自由 但创造是大卫的原始动力 这里最初给大卫植入的最强性巨爱好 就是研究有机生命题 所以伟伦生死并不影响大卫继续研究 最后我们再看看大卫的档案史 当时丹尼斯有去到那 然后翻开了大卫的手绘 其中一张画面的内容是一个恐怖的生物 在吸食着一个人的头 而这个人明显是女性 在大卫的实验室番外中 同样是这张图 大卫此时的旁白是 档案讲述了一个古老仪式 但因为太残忍而被禁止 在结合大卫手绘集的这本书 我们能看到有一个章节 是大卫绘制了一些人被作者实验 这些都似乎说明 大卫在这十年间找到了白巨人 在很久以前也用黑水做过人体实验 他们的目的 我在普罗米修斯也说过了 就是解决白巨人自己繁衍后代的问题 但因为这些实验太残忍和没有效果 所以被禁止了 所以之后可能就有了普罗米修斯的开头 白巨人去别的星球做实验 我认为在这十年间 大卫一定有把整个城邦都翻了个遍 从中就发现了白巨人不少利用黑水实验的内容 再结合自己创造的原动力 也就更加走火入魔 加大了对黑水和有机生命体的变态实验 无法自拔 据称在试营会中 当丹尼斯他们撤离 异形追上去时 其实另一只星形太有出现 而且他和异形有互相撕咬 最后异形胜 加上前面星形太和大卫的沟通 都能暗中得到一个结论是 被包子植物黑水粉尘感染的人类破出来的雪暴者 等长大成星形太后 似乎会有一些意识 能和人类和其他物种沟通 所以星形太当时可能认出了人类 并试图阻止异形 协助人类逃生 大家可以注意一个细节 在正片中 第二个星形太 是从烂脸男的爱人那破罪出来的 如果在广场上的那个星形太 正是烂脸男爱人寄生出来的星形太 那是否说明这个星形太 残留着一些烂脸男爱人的记忆 所以星形太为了帮助烂脸男他们逃生 选择和异形对抗呢 同样是在试影会 辩子女遭遇星形太那段 其实星形太并没有马上吃掉辩子女 而是停留了一会观察辩子女 辩子女甚至还伸出了手臂 当然这里也可以理解为 星形太和异形是两个不同的物种 所以他们为了捕食人类 从而发生了劣势冲突 在这里你们更愿意支持哪个观点呢 在沃特和大卫护欧时 大卫最后有对沃特说道 你是要在天堂奉献 还是要在地狱称王 这句话改编自约翰·米尔顿·施乐园 撒旦的一句话 在地狱同志胜过在天堂服侍 施乐园内容具体就不展开了 在普罗米修斯已经聊过 在影片里讽刺的是 大卫把这颗名为天堂的母星变成了地狱 而他在这颗地狱般的星球 自认识鲁西法撒旦 接下来在船员们登上契约号后 成熟泰异形出现 其中有一个画面是驾驶舱的桌上 有一只百头鸟的玩具 这个百头鸟就出现在异形一中 老雷真的是很喜欢自我致敬啊 此外当然不得不提到异形和影翼杀手之间的互动 甚至都不能用彩蛋去窃视 应该用互相眉来眼去更为合适 比如使用了同样的操作界面 还有大卫说出了和罗伊同一句台词 勇气客家 但我们都知道 这些都是因为老雷的关系 才让这些元素产生了关联 要想把异形和影翼杀手世界 真的连在一起恐怕很难 毕竟这两个系列版权不在同一家影视公司 我个人觉得也没有必要这么做了 意义不大 只是给影迷图一乐而已 好 不知不觉就说了这么多 异形契约 还没真的聊完 影片依然有不少的谜团没有得到解决 比如肖恩到底经历了什么 大卫对肖恩做了什么 工程师母亲还隐藏了多少秘密 异形契约后会发生什么 下期期我会结合更多影片的内容 开脑洞去解析 那今天就先聊到这 喜欢这期视频异形系列的小伙伴 别忘了为我点个赞 就这么简单 可以的话当然希望来个三连了 你们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原创动力 我是大聪 那下期节目不见不散